大家好,我是沃柴 今天是牛年的最后一天 我喜提了一台新的PS5 和各位分享一下这两天的经历 上一次说到了1月27号 今天是1月31号 那这两天发生了什么事呢 1月27号下午顺丰到复 把PS5主机发回去了 第二天28号第三天29号的上午 9点多10点多 索尼的库房签收 然后我就问了一下走音的客服 因为他之前说过嘛 可以优先给我发货 他说今天不能发货 我也理解 毕竟是刚到 并且加上这两天快过年了 又过了一天 30号 中午我又问了一下 他跟我说 今天也发不了 得截后了 他说2月6号以后 那我的是不是2月7号 2月8号就可以发了 他也没给我准确的答复 有货就会给我发 然后我就反问他 现在咱们商店不是还在卖全家福套餐吗 他跟我说 那个是销售端的库存 换货的库存还没有 我听到这个回复 心里有点打鼓了 那会不会等过了接一个月 我有可能会收不到呢 他的回复是 我们会优先给您发 至于什么时候发 他也不知道 后来我想咱也别为难人家了 确实他也不知道 他只是一个客服 过年放假这一个星期 铁定士班不到了 那就不要再想着这事了 该干嘛干嘛去吧 反正一年都等了 也不在乎这几天 什么时候有了 什么时候发货 1月30号 昨天我们正常的聚会 吃吃喝喝 到了晚上 我一看评论 很多评论说 山姆超市有货 于是我赶快给 北京的几家山姆超市打了电话 有的打不通 打通的都说卖完了 还有的评论说 训电有货 我也抱着试试看的态度 先打的是 北京三里屯的那家训电 他们说没货了 我追问他 其他的店是否有货呢 他说你可以问问国贸店 于是我就打通了国贸店 国贸店居然有货 是一个虎年的套装 4688 双手柄 一个白的一个红的 那个红的是一个老红的 不是最近新发布的那个红 还有一个充电底座 这三件一共是4688 我在抖音买的那个双手柄 是4400多 后来我又花230 买了一个充电底座 加在一体也是4688 非常感谢评论区的小伙伴 给我提供的线索 我又可以买新的PS5了 但是情况又有点复杂 因为上次退货 只退了PS5的主机 还有一个蓝手柄 还没有退 这个得问一下抖音客服 另外我自己买的那个充电底座 也已经到货了 还没有拆封 我要问一下商家是否能够退货 顺电只有这一家有货 而且还不到10台 山姆是没有货的 我又打了几个索尼的数码店铺 因为快过节了嘛 估计也有货 得到的结果是 有的没货 有货的家价都比较高 一般都是5000起步 看来目前我能换的 也就是这一家店的 剩下的这10台 后来我了解到 这批货是1月30号下午才到的 到了30台他们家店 到了晚上我问他们的时候 还剩下10台 另外还有陆陆续续在结账的 第二天他们11点上班 从当时的情形来看 顺电的剩下的这几台 其中有一台是为我准备的 这是一个大套装 和我之前散买的价格是一样的 我要把之前的退掉 就可以玩到新机器了 国行PS5的营销 还是挺饥饿的 线上买不到 线下也很难抢 看运气 还好我赶的比较好 还剩下10台供我选择 在这再次感谢 各位网友的评论提供线索 因为我中午喝了酒 晚上不能开车过去了 只能第二天再去 但是很有可能 第二天去的时候 剩下的这10台也没了 于是我就在晚上订了货 订货是需要支付全款的 他给发了一个收货码 付款之后他那出小票 在这有一个小插曲 我看到小票的时候 上面写的是PS5-1009A 因为我知道 我上一个从手印买的 型号是1109A 是改进款 这两款说不上哪个好 反正效果是一样的 改上哪个算哪个 2022年1月31号 这是牛年的最后一天 怀着无比击重的心情 这个国贸商城 低下二层的训练 今天的天气还是很给力的 风挺大 有点冷 大过年的喜提一台 虎年套装PS5 这个虎年套装的盒子上 打了一个标叫 韦市佳节 上不超市 他们买的PS5的照片上 他们那个包装也是 韦市佳节 不知道这个韦市佳节 怎么有那么多的货 有懂的小伙伴 可以在评论区分享一下 我从抖音上买的那个PS5 它的包装箱 什么都没有 外面就是一个快递的箱子 另外 抖音的PlayStation旗舰店 我看过它的认证 认证的是索尼官方的 营业执照 这个是没问题的 在以前的视频里 有些平台的评论 他们质疑抖音的货 我在这个视频和各位分享一下 这也是索尼官方的店 开始从抖音买的那台 算是从线上买的 我看了一下生产日期 是2022年出的 到我手里 它的出厂还不到一个月 从顺店购买 算是线下实体店购买 它的货也是2022年生产的 到我手里也不到一个月 两个都是1109A 按说货应该都是一样的 只不过我从抖音买的那个 可能是运气不好 出问题了 从线下买的这台 目前运转良好 听风扇的声音 和光区的声音 和之前的那台是不一样的 等以后再和大家分享 我从1月14号购买PS5 到现在1月31号 正好半个月 整个购买过程 从下单到游玩 到出问题 到售后 到买第二台 我几乎全程做了视频 和大家分享 这个经历还是挺曲折的 希望对各位有参考帮助 我不算是游戏发烧友 因为很多游戏都没过关 甚至都没有过白金 我只是喜欢游戏 从小的时候买FC开始 到后来自己买了PS2 人天狼的V 还有NDSR 还有PS4 我买过很多游戏 也玩过很多游戏 但是真正爱玩 玩得进去的 玩得特别好的 其实不多 但是我喜欢 玩游戏折腾游戏的 这种感觉 也喜欢和孩子们 家人们朋友们 一块玩游戏的那种 快乐的感觉 这个视频应该是我买PS5 相关经历的 最后一个视频了 后面我还会继续和大家分享 新手购买了PS5之后 该做哪些设置 哪些应用 还有游戏 以上就是本次视频的全部内容 希望能帮到你 我是儿柴 我们下次见 欢迎关注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